日本的麥當勞居然也出米漢堡了 哈囉 阿倫的旅遊書 阿倫帶路 台灣人的東京生活區已經出版囉 現在在各地的各大書區 都可以買得到阿倫的10年的日本生活的精華 都在這本書裡面 有機會歡迎也去看看喔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阿倫的影片 要來跟各位大家來介紹什麼樣的東西呢 相信大家都對於麥當勞非常的不陌生 對日本的麥當勞 其實說實在的麥當勞我覺得它算是一個 非常安定的味道 就是不管你在台灣吃 或者是你來日本吃 甚至你去美國吃 其實它的漢堡的味道基本上都差不多 我那時候剛來日本 食物還吃不慣的時候 就是我會懷念台灣味的時候 我去吃麥當勞 反而會讓我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這樣講起來感覺很奇怪 不過這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結果我那時候吃完麥當勞就說 這個跟我在台灣吃到的味道一樣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點小感動 不過今天這部影片比較特別的是呢 最近日本呢 他們推出了非常特別的漢堡 它就是米漢堡 日本他們這邊一般的漢堡很有名的 就是比較有人氣的 像是比如說照燒 照燒豬肉漢堡嘛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麥香雞 然後還有一個是培根 蘑菇的一個漢堡 這三個是在日本銷料說是還滿不錯的漢堡嘛 然後就在今年2月4號呢 他們把這三個口味的漢堡呢 把它米飯化了 對 米漢堡我們一般的印象來講就是 摩斯 摩斯會出那種米漢堡 沒想到麥當勞居然也出了米漢堡 然後至於味道到底怎麼樣呢 從麵包換成米飯 然後一樣是那個人氣的三種口味的漢堡呢 究竟吃起來會不會有什麼 不一樣呢 然後我已經把它們買回來了 就是這裡 我是三個都是單點 然後它們分別的單點的價位 其實都差不多大概是400塊日幣上下左右 然後大家可能對它們的外型 還沒有一個印象 然後它們基本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跟這個樣子… 對 這三種不同的漢堡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日本非常有人氣的這三種口味 至於它們是不是真的長這樣子 然後味道又如何呢 我們來吃吃看吧 拿出來之前我不得不說 可能是因為它麵包變成飯的關係 它這個三個漢堡拿起來還滿重的 是非常有份量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先拿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這個看它的包裝就知道這個是照燒 照燒口味的漢堡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後面外面貼了一個貼紙 ごはん 就是飯 飯的照燒漢堡 這樣還不錯 這樣子算是標得還滿清楚的 然後另外呢 還有兩種不同的口味 這應該就是那個窩具培根 培根堡 對 的感覺 然後它好像是三個裡面最厚的一個 對 跟這個 跟照燒比起來它稍微厚一點 然後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這個是 不是耶 這一個才是培根漢堡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麥香雞 麥香雞的米漢堡 對 然後就是它們的外型呢 長得就是像這樣 為什麼它這麼變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吃吃看吧 先從哪一開始 先從我最喜歡的照燒好了 照燒口味的米漢堡 來 對 就是這一個 對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跟它的 差的有多 它看起來好詭異喔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觀眾 對不起 照燒的醬比較多 所以它看起來感覺有點奇怪 照燒米漢堡 它的肉大到已經完全超越米飯了 大家看得出來嗎 然後米下面有蔬菜跟這個照燒肉 好 我們來吃吃看吧 第一口應該會是最多肉的吧 因為它肉整個吐出來 對吧 超過那個米飯超多的 我們來吃吃看囉 開動 不壞喔 然後它那個飯有一定的成形 它不會很鬆散的感覺 然後飯吃起來有點QQ的 算是照燒堡的一個新的境界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耶 有點像在吃 吃定食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飯 飯的口感跟肉 然後這樣 就像你爬一口飯進去 然後再夾一個肉 塞到嘴巴裡面 吃起來的口感是很像的 然後跟麵包真的很不一樣 不壞喔 喝一個飲料 這是我另外自己去買的 聽說這種可樂能夠 抑制脂肪的吸收 吃這種很罪惡的時候 我都會喝這種可樂 雖然說 大部分我覺得應該是心理作用啦 吃這種素食就是要配這種可樂 才對味 好 那我們接下來吃這個 蔬菜培根堡 然後它的圖片 像是像這樣子 裡面有起司 有肉 又有培根 然後又有蔬菜 感覺是營養最均衡的一個漢堡 我們來看一下 它為什麼會斜斜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打開來之後就像這樣 的確是有看到有肉 有起司 有培根 又有蔬菜 在這上面 可是就是它整個漢堡是斜的 敲個好一點的位置來吃一下吧 一個晚上要吃三個漢堡 也算是滿厲害的 好 來吃吃看囉 いただきます 又一次 這個 這吃起來比較有漢堡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它裡面有加起司 然後它的飯就真的是滿Q的 它的斷面大概是長這樣子 再來看到它那個飯被咬了以後 裡面是白白的 然後肉 它基本上裡面的料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麥當勞 可以吧 就是麥當勞 一般我們漢堡會吃到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喔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口味啦 麥香雞 麥香雞的米漢堡 好 我們打開來看 這個看起來也是滿中規中矩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他們官方的圖是長得像這樣子 對 他們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它的實體呢 我覺得跟官網的算是最接近的吧 就是這三個 這三個裡面比起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麥香雞 你看它的雞肉也是很大一塊喔 很厚喔 然後裡面還有像是蔬菜類的東西 然後在裡面 然後這片是肉 然後這片是飯 然後蔬菜在這裡 對 目前這樣看起來這一個是 雖然說厚度還是跟官網宣傳的完全不一樣 不過呢 感覺上是最接近的 我們來吃吃看囉 好 麥香雞 真的是麥香雞的味道 然後飯跟麵包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飯 吃起來的時候會比較更有飽足感 然後因為飯它比較 沒有像麵包那麼軟的關係嘛 所以你在咬的時候會有一種米飯的 彈牙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是做成 以我們一般熟悉的漢堡的味道呢 然後只是麵包換成飯就會變成這麼大的 不一樣我覺得還滿… 滿不可思議的 然後它的剖面圖就是像這樣 很簡單 飯雞飯的那種感覺 剛炸好的那個麥香雞超香 今天這樣吃了多少卡路里啊 阿倫頻道有訂閱了嗎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這個麥當勞的 三種不同的米漢堡的一次 試吃給大家看的一個簡單的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覺得它跟麵包很不一樣 其實我剛才也有講了就是 它的飽足感比較多 而且它咬起來的口感比麵包更好 更Q 更Q彈的感覺 然後不過呢 如果你是已經很喜歡吃麵包的那種漢堡的話 你一開始吃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不太習慣 而且我覺得它的飯都還滿紮實的 不是說你一咬就會鬆掉那種 它是 就是完全就是有固定的那個形狀 然後可是又不會說太硬 我覺得這是它還滿厲害的地方啦 然後吃起來都還不錯 算是跟麵包比起來 有一種更特別的滋味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跟我一樣很喜歡吃飯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漢堡呢 你也許可以試著嘗試看看喔 因為真的我覺得還滿好吃 然後如果這三個口味硬要講的話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麥香雞 就因為我覺得它炸那個雞塊 剛炸好的關係吧 所以酥酥脆脆 然後再配上那個飯 真的非常的好吃 然後我自己個人本來漢堡的話 我最喜歡吃的其實是燥燒 然後燥燒吃起來我是覺得 它的醬汁不錯 是有的確是有達到一種飯跟肉融合的效果 然後也是三種口味裡面讓我有一種 好像真的在吃飯配什麼肉的那種感覺 然後至於另外那個培根起司 蔬菜的那個漢堡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味道來講 是最接近原始漢堡的味道 因為就是起司有了 肉有了 菜有了 醬有了 就完全就是符合 原本麥當勞漢堡的那種味道的感覺 所以真的是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所以說我在這邊講一講 然後歡迎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你們再去選擇你覺得最好吃的那個口味囉 好 如果你們對於這個商品有興趣的話呢 它是在日本的全國的麥當勞應該都有 然後它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它是晚上五點 下午五點之後才有開始販賣這一點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 我中午就跑去想要吃酒吧 沒有 是晚上五點才開始 這一點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囉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的麥當勞的 米漢堡的試吃體驗的影片呢 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分享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一種 日本期間限定的商品的試吃 跟我的心得的分享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 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囉 另外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還有這邊是阿倫頻道的遊戲頻道 請不要錯過囉 那麼大家 再見囉 等你喔 把麵包換成米 吃起來感覺還是有任何一點怪怪的耶